所以我想这次给大家前讲 前几年的时候我想讲度母法门 但是缘起也好 因缘也好 一直是没有成熟 从今年开始我也 虽然这是一般不信仰 不相信缘起的人来讲 这是可能偶然的一个机位 但对我来讲 今年好像 新的一年开始以来一直有很多度母的因缘 首先我得到了很多国外的大德也好 国外的一些佛教徒 记了很多相关于度母的法本 大概是两三个月前吧 然后我在汉地见德巴康波 给了一尊度母的像 我当时非常的欢喜 后来到学院以后 前一段时间也是印度这边的一个商人 他本来想供养我一个文殊菩萨的像 后来实在找不到 然后在他所有的商品里面 最后寻找很好的一个 从尼泊尔清的一个度母像拿回来了 然后前年他还有从市区那边 来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考察团 这个考察团是 大家可能知道以前市区这边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度母像 原来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 我去市区的时候特意去见了这尊度母 因为这个现在国家好像是积极文物 所以以前他们好像有出现过一些盗贼 然后现在不敢公开出面 他们放在那个保险柜里面 度母已经住在这个保险柜里面 然后要拜见的话 通过他们很多人的关系以后 有三个人拿着钥匙然后要开门 后来我们去的时候特意见到了 见到之后我对这尊度母 也据说当时文昌公主入藏的时候 路上留给那一带的人们 而且特别庄严 有三尊度母 三尊度母有不同的历史 前一段卡托探他们好像书上拿了最珍贵的 拿了几尊度母的照片放在箱框里面 后来他们到了佛学院的时候就执留下最后一尊了 然后他们见我的时候给我了 然后我当时也是比较欢喜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很多的缘景 包括我们今天经堂里面 挂的绿度母和白度母的箱 前一段时间有些居士 他们也是 不管是有意也好 无意也好 然后他们很想供养金堂一尊堂卡 结果买的是白度母和绿度母 刚刚前两天就到这个学院 我说我们刚刚刚宣布讲度母 我说今天要宣布讲度母的话 今天好像当天就到吧 就觉得各方面缘起比较好 我是相信缘起的 所以你们可能有些唯物论或者巡视者 学过一名特别多的人不一定相信 这样偶然的机会是多的事 所以不要自己的分别念来觉得如何如何 这样也是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 我想今年希望很多道友在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祈祷度母 祈祷度母以后确实是在修学的法 各方面特别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可能你们也是比较清楚的 不管是到那个寺院 格罗派也好 萨迦派也好 尼玛派也好 到哪里他们念度母在可颂当中也好 或者平时对施主的念经也好 念什么样的经的话 那么度母念得特别的多 而且好多像格罗派传承的话 他们念度母念得特别快 这么快的话可能我们有些都干不上 前两天我们准备念三遍度母的话 好多道友只是动嘴巴而已 没有念上 以后可能最多是一两三分钟吧 我们稍微慢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也是个很好的元气 以后我们这里很多人会对度母产生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他的加持一定会融入心 我们的事业各方面都是圆满的 所以我们每次讲度母的时候 讲完了以后大家共同念一遍 然后做回向